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KFK研究院 在前面的视频当中我们介绍了很多KFK预言和现实问题的关联 在后面的视频当中我们重点将讲述KFK的未来世界涉及到的各种主题 比如说灵性、未来学、神秘学等等相关的所有的一些问题 大家好,在之前的一个视频当中我用时间筹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给大家总结了KFK的所有预言 很多朋友觉得不太过瘾 因为很多的细节时间都没有体现到 那么今天我再给大家整理一个时间轴强化版 几乎每一件事情它的这个时间点或者是时间段都已经标注的非常的清楚 那么通过这个时间轴强化版 希望大家对KFK预言的所有的大事迹 有一个时间线上的一个认识 因为现在的这个版本从时间线上来看 其实是非常完整的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首先2019年 2019年下半年需要远离南方边境省份 尽量离尼泊尔远一点 2019年是比较特殊的一年 下半年被称为多事之秋 下半年地震会很频繁 2019年的8月最近一次的大事发生 2019年开始中家关系开始紧张 2019年的某日KFK的太太出生 2019年至2025年的意大利相对安全 但仍有事故发生 2019年至2030年辅导员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后面这两个它不是时间点 而是时间段 所以我是以最初的时间点作为基准 然后是2020年 2000年到2030年间 是2060年的很多人怀念的美好时光 2020年KFK在上海的静安区出生 2020年台湾选举胜出者和上一届同一个人 就是蔡英文 2020年的7月24日到2020年的8月9日的东京奥运会 会有事故发生 中国女排没有夺冠 2020年川普连任美国总统 然后是2020年代 2022年到2023年 关于台湾回归问题上会有一次事件 20年代早期 中国的房价开始进入下行通道 因为KFK它不太关心房子 只能说是一个印象 总之到20年代房子就开始不值钱 20年代到30年代 WiFi卫星全面普及后 墙就不存在了 指的是长城防火墙 在KFK少年的记忆力就没有墙 20年代 20年代吴亦凡这个明星在KFK的记忆里存在过 上了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热点新闻 20年代在KFK小时候 苹果公司衰败了 20年代的欧洲 特别是英国相对安全 20年代在家办公就有很多行业都实现了 20年代中后期从事生机农业 KFK印象中从事生机农业生产者的亲戚都很富有 然后是2030年代 这个内容比较多 所以我分成三部分 30年代之前 如果单单物质层面 人们还是幸福的 2030年以前 重庆和成都市没有很适合生存 30年代手机成为历史 30年代不再分文理科 30年代基础编程会纳入初中高中的基础教育 高考继续存在 30年代智能眼镜直入眼球改变了生活 30年代博士在中国不再受人尊敬 30年代语言通过物联同步感知变得无障碍 30年代中国出现回归繁体字的国学文化认动 30年代以后中国四个字的名字开始盛行 2030年以后会是人工智能与跨行业者的结合 就是精通人工智能开发与编程的各个行业 2030年以后的云栏比较宜居 2030年以后深圳越来越不适合居住了 2030年以后还是可以自由的到其他国家旅行 出国留学等等 2032年夏季奥运会主办地市雅加达 2035年游戏业进入了另一个阶段 2035年开始出现第一款 全息旅游和全息游戏 身临其境虚拟世界 视觉嗅觉味觉全方位的体验 这样的游戏是由中国的巨头游戏公司开发的 2035年起 机器人广泛应用于交互游戏 交互游戏是以打印技术 眼睛科学机器人定制为三大根基 2035年之后语言的障碍完全清除 2038年起高考不再是选拔手段 2038年强人工智能量化生产 定制需要取得复杂的授权与法律条文 在采购机器人中少数人会这么做 大部分应用于家庭的整洁 学习娱乐与安全 2038年以后机器人可以广泛使用 像手机一样 2039年蔡英文去世 然后是2040年代 这里分两部分 40年代 KFK的青年时代 全球的股市在一个小时里全部失去意义 40至50年代 房屋打印公司 交互游戏公司 光学虚拟真实眼镜公司是三大巨头 2047年人口有80亿 2048年之前的几年 国家的GDP名义上是中国和美国相互交替 2048年之前法轮功一直存在 2048年以前的上海都算安全 2048年以后不再有公务员 2048年以后KFK移居澳洲 2048年以前不会有全球性战争 但局部战争没有停止过 2048年中国同性恒恋合法化 2048年不仅对中国 对全球都很特殊 2048年至2051年 全球性战争中心在三大洲交界处 比个别使用核武器更为恐怖 战争之后没有技术上的进步 但有精神上的进化 否则KFK不会出现在这里 中国与美国欧盟 以色列对抗 与中东印度联盟 2048年以前旅行仍靠飞机与磁悬浮乐车 2048年以前火锅经常吃 2048年以前工艺慈善行业继续存在 2048年以后移动通讯技术 七机之后不再以机命名 因为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048年以后出国旅行和留学将会没有意义 2048年之后有些国家先后通过了机器人结婚法案 2048年之后宗教不再存在 认知转到超越宗教之上的人位 2048年后的贵州比较宜居 2048年大清要玩 2048年至2060年 教师和医生继续存在 2049年观察者问题解决 时间存在的意义被解决了 2049年人们发现 佛教的理论都是智慧的谎言 2049年有一部智慧卡剧 你可以理解为2019年网络上的电视剧 名字就叫做2019是一部怀旧片 在全球热播 2050年代 50年代我们对3412星球的认识 超过这个作家本身 指的是卡夫卡 50年代开始 如果说精神层面的幸福 人类进入另外一个阶段 50年代以后 人们发现精神只是一个器具 容易受到各种率的影响 这是一大发现 2050年以后 魔法其他超资源 与鬼魂 其他空间等 这些都不算什么奥秘的事 2050年战争后 人类发现在精神深处 有一个更深的功能 是与时空之外的宇宙紧密联合的 这是人类的第二次进步 50年代 超级细菌 给人类造成严重灾难 癌症大体克服了 2048至2060年 是人类的痛苦期 如果能在2019年 就学会把专注力 从物质转入精神信仰 就不会那么痛苦 2060年 分成两个部分 2060年 房屋不再是贵重物质 只是奢侈品 一切财富都将数字化 能够在这个世界上 使用纸张 KFK 感到很幸福 2060年的货币没有快 2060年的人口减少到53亿 47年是80亿 2060年公共交通是免费的 日常比较昂贵的消费品是水果与牛奶 只有富有的人可以吃 房子是急速工具建造 除非特别富有的人指定用木头作为材料 一般人都可以申请建造自己的房屋 成本都很廉价 2060年之前 不会发现外星人 但会发现从前的生命特征 从地下海洋之下出现 2060年之前 并未发生机器人 自主攻击人类的现象 但LORD组织 一直坚持危机的存在 2060年 按照现在的物质衡量 所有的物质都是稀缺的 2060年 空气没有变得更好 第一大强国在西方 2060年以前 社会学失去了意义 2060年的人们变得充满敬畏 对眼说不见的世界 有更多的探索 物质在近一千年来 最被轻视 2060年没有心理学 因为它不解决心理问题 2060年的纸质书 没有彻底消失 但不再被普及 是作为收藏品和拍卖品 2060年以后 人心赤路 无需解读 2060年没有新浪微博 2060年会计这个职业 不会再叫会计 2060年 比特币不再存在 2060年或者之前 豆瓣不再存在 但数据还在 原因是在于一次错误的决策 过于文艺 这个就是所有关于 KFK预言的时间轴的强化版 希望大家喜欢 好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订阅哦 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的下一期节目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